好痛 我的腿受伤了 看来我真的老了 跑不动了 陈大哥 你的腿肿起来了 要赶快去看医生才行 好痛啊 小家伙 不要担心 我没事的 陈大哥 医生说了 你并没什么大碍 打完点滴就可以回家了 阿霞 真是谢谢你了 陈大哥 你太客气了 你看 他俩可真像儿子一样在照顾你啊 没错 他们就是我的儿子 我的两个鹤儿子 陈老伯很快便恢复了健康 每天他都会带着小鹤来到草原练习飞翔 这两只小鹤不断地用翅膀 探索和丈量脚下的这片草原 它们偶尔还会在空中遇到其他的缩与鹤 要等到小鹤玩耍玩泪了 才会愿意回到陈大哥身边的 秋天到了 你们俩也该去南方过冬了 我知道你们俩舍不得我 其实我也舍不得你们 可是 南千是你们的习性啊 没关系的 明年春天 你们还是可以飞回来看我的 这几天天气很好 明天你们就跟着鹤群一起走吧 邻居听说小鹤要离开这里 于是便来为其送行 来 多吃一点 吃饱了才有力气飞 陈大哥 听说你要送小鹤走了 我们来送送他们 陈大哥 我带来一些吃的 让他们尝尝吧 好的 真是谢谢你们了 来 这是大家送你们的 吃吧 多吃点 你们俩可是要飞越许多高山 才会到达目的地的 所以一定要吃饱才有体力的 没有问题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的 小家伙 明年春天 我在家里等着你们回来 知道了 说再见的时候了 去吧 孩子们 和你的同伴一起去吧 去吧 孩子们 陈大哥 孩子长大了总会离开的 不过明年春天 他们还会回来的 对呀 他们明年春天还会回来的 小鹤离开后 陈老伯每天都会来到 曾经与小鹤来过无数次的草原 求求求助力 保佑我的赫儿子 平安无事 他们是最棒的 弘扬阳佛法 利益众生 弘扬阳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1996-5232 不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三星总医院院长蔡建松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前求 为降低国内群聚感染风险 今年所得税申报 已全面延长到6月30日 建议大家善用网络报税工具 在家报税 安心防疫 如期全网国税局报税 请避开申报人潮 并配合以下相关措施 一 使用国税局官网的线上取号功能 降低现场等待时间 避免人潮聚集 二 请全程佩戴口罩 配合量体温 并依现场服务人员指示 保持社交距离 若有发烧等呼吸道症状 请在家休息 并采用网络报税 报税不忘防疫 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琳琳满目的手工艺品 陈列在教室中 你知道吗 这些可都是长辈们亲手制作而成的哦 由上户关外协会规划的乐龄课程 手作创意 让长者们走出家门 学习手作工艺品 同时活化肢体 延缓失能 有时候说去江湖走走 这样回去也没什么 来这些最多 感觉说有时候 我们的地区太开 有时候工艺 好像比较联合 有时候在家都没有在工艺 都好像 坐着看电视 不然就电视看 来这些 感觉有些朋友 如果来这些工艺 我们也可以 大家给上 有些好的 可以收获满满的 就为了我先生 因为他有轻微的趴势筋 我也怕他会越来越严重 听人家说我们基金区 有办那个老人活动中心 我就先来 自己先来看一看 就说看起来还蛮 蛮OK的啦 蛮正向的 就带我先生来 就是要报名了 就这样 这一阵子我先生 好像他改善很多 那我们这个手作课 就是针对长者 高龄者 他们做的一个手作课的设计 那我们的课程内容 会蛮多变蛮多元的 像有时候我们会做纸翼 然后或者是一些毛线 就是主要要让长辈 去活动他的手指头 然后去刺激他的木梢 那现在冬天快要接近了 所以我们就会叫长辈去做围巾 那他只要需要用他的手指头 用手指头 他就可以去做一条围巾出来 然后同时他也可以去活动 他手指的关节 所以这个东西 不仅当长辈可以活动到 然后他们做出来的成品 我们还可以拿去义卖 做一些工艺的活动 上湖关爱协会将勒林课程 与社区关怀做结合 让这些手工艺品的温度散播出去 送给有需要的人 或是作为爱心意卖的商品 过程中不仅是勒林学员 可以得到成就感 也创造了社会工艺 我们如果是生械 要买生械 你要买什么 买菜 要买为无法 买 國在买 什么都没有办法 在买包圍巾 我们从今年 新人发 Advanced Role 买 dark intermedi sea 就是一样 一百锋 要只保 dizzy 我买很多锋 都没有 helped 你就会跑出来 好不好 好 他們可以真的從手工當中 看到他們完成的一個成果 那這個成果對他們來講 是非常開心的事 因為他們可以完成一個作品 那事實上每一次的課程 都會有不同的作品呈現 那重點就來了 如果很少的話會很珍惜 那很多的話會變成 那這麼多的狀況之下 怎麼去處置這些那麼美麗的作品呢 因為那就是獨一無二的一個精神呈現 後來就想告訴長輩說 你可以選擇一兩項帶回家 讓我們的子女分享 那是剩餘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結合我們社區關懷 送給需要的人或者是弱勢的人 長輩一聽到這個說 我的作品可以幫助別人嗎 當然是可以啊 所以他們認為說 原來我還有能力為這個社會 多做一些服務跟貢獻 所以他們就很熱情的參與這個 我們就把這個平台結合起來 有學到很多 就是說就是像我們 比方說知這些 你就是要弄頭腦來想說怎麼知 知這些有什麼意義 知這些我們可以有一些長輩 他們不能出來啊 可以拿去關懷他們啊 他們這邊的關懷的中心相當好 所以善後對創造的一些老人 沒有辦法出來把這些天氣冷啊 還是那個都可以送給一些長輩 讓我們很有意義 就來了 都剛好差不多要過年就 就那時候就協作圍軍 就參加了衣麥 大家都滿喜歡的 他們喜歡我們做的人 感覺很有成就感 尤其是他們山戶這邊 他們對我們這些老人都很滿照顧的 就是跟長者的互動方面我覺得 因為現在就是高齡化的社會 對那長者會越來越多 其實政府也很專注在這一塊 就是在照顧高齡者這方面 那我們做這樣的行業 就是希望說 越來越多的長輩他可以得到照顧 然後延緩這個失能的風險這樣子 對 所以我非常開心可以做這個工作 對 其實是非常有眼淚的 所以他們非常有情侵略 但是我們可能還有一塊 thy快樂 如果你的衣服就已經沒人了 就在大火 但是我沒有拿它 好 不要緊 讓我們親密掛署 我們說 除了 我們 可以 是 生命电视台LiveTV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法的意思就是调整改变的意思